好 最新的连线焦点带你来关心 这是一位上了大学生了梅的郑妹 她的狗狗两个月前走失了 为了找狗 她印制了这寻狗启事四处张贴 还说如果找到了 会请她到干妈开的牛肉面店 免费吃无限量的牛肉面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 带秋容 好的 如果您可以看到 这个绰号坦堂的这一名通告艺人郑妹 她几天前她心爱的狗狗 在干妈的店里不幸走失 让她是非常的焦急 这个狗狗达达已经是陪伴了她15年 跟她的感情就像是她的家人一般 因此她是非常的焦急 不只是印制了非常多的寻狗启事 甚至要悬赏2万元来找寻她的爱狗 而且因为她PO上网络之后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好的消息 因此她非常焦急的情况之下 表示说如果有哪一位善心人士 真的有办法帮她找到她心爱的达达的话 她愿意要陪伴这一个热心民众 到她干妈所开的牛肉面店去吃 无限量的免费牛肉面 用这样子一个诱因正妹陪吃牛肉面 这样的方式呢 希望能够引起更多民众的注意 那么这样子的另一类寻狗方式呢 唐唐真的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大家提供线索 找到她的爱狗 好为了寻狗出怪招 这个正妹说如果狗找到了陪你吃牛肉面 谢谢这秋容连线报道